哈囉,大家好,我是Lu-chan 我是Lu-chan 今天這個影片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兩個現在在熊本的新家 買了一些大型家具究竟花多少錢 還有我們買的地方就是宜德利 跟台灣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還蠻特別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 就是我們買了這些大型家具 到底花了多少錢 一開始我朋友都問我說會不會很貴 因為我們都買新的 不是買二手的 就是真的很便宜 雖然我們完全是買新品 但是非常的便宜 對,我猜是很厲害的 你猜是很厲害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囉 首先是我們吃飯的餐桌 那我們吃飯的餐桌有一個很大的餐桌 然後還有兩張吃飯的座椅 還有一個是長椅這樣子 總共是四個人的座位 首先是Lining Table 這個是130公分的Lining Table 是26111日圓 椅子的話有兩個 那一個的價錢是 1萬1千019日圓 那因為我們買兩個 所以是2萬2千038日圓 然後是Bench 就是那個長椅這樣子 對,它是16574日圓 嗯,那一張座椅是2萬2千 所以說這個Bench買得很便宜 確實 Bench 再用一張座椅 好… 好…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子買呢 是因為我們兩個就是去Nito裡 然後看他們那些Sample嘛 然後看到就 欸,這個很好看 我們就直接整套買下來了 對… 非常非常好看 好看好看 對,很好看 好看 好看 對,然後接下來是Center Table Center Table怎麼講啊 就是在沙發跟電視中間的那個小桌子 對… 對… 那個價錢是18426日圓 我們本來這個桌子也是放在電視跟沙發中間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移到 就是我們這個拍影片的地方 就變成我們兩個拍影片的這個桌子 哈哈哈… 就沒有放在電視那邊了 對,正面的話比較漂亮 登登! 我那邊的地方是撮影用的 然後我以前住在那裡 那裡有洗濯機的地方 然後那裡洗濯機的地方在哪裡使用的地方 我完全不知道在哪裡使用的地方 你知道嗎? 那裡的地方可以使用的地方嗎? 然後又意外的 欸,感覺滿合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換過來了 然後接下來是 Walk chair Walk chair呢就是工作椅這樣 那這裡還滿便宜的 這是13,797日圓 這些價錢之外 還要另外加那個運費 Nitote 幫我們把東西害到我們家 運費是1000日圓 然後全部加起來的價錢就是 登登登登登uri 107740日圓 買這麼多東西才覺得價錢 我是覺得很便宜 だから非常嚇到 全部加起來的價錢其實是 97946 但是日本購買東西要加10%的消費稅 所以加起來的話就變成107740 那我們兩個人評分這樣子 一個人才到5萬多 蠻便宜的 在高一點地方去的話 其實只有桌子和椅子 都可以買到10萬元 對對對 就是日本有很多其他家具店 像是大種家具 但有家具的話品質就更好 可是它比較貴一點 那我先把我打不斷地起來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NITO 爺這個送家具的特別制度 就是NITO 爺的送家具 還有一般的小東西是不一樣的 它們是完全不同的系統這樣子 通常那種小東西你都可以直接帶回去嘛 或是可以在網路上面買 但是家具就不一樣 家具通常是你要跟店員就是直接喬 如果真的沒有貨 它們可能會願意幫你調貨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買家具的話 建議直接去實體店面 我說日本的NITO 里 台灣的NITO 里我不太了解 我們兩個其實本來是說 東西全部送到的話 要差不多3月底4月初 因為我們買了那個Dining Table 它是放在那邊的Sample 就可能很多人直接找那個Ding 跟我們一樣 所以就是它的貨比較少這樣 那個小姐就馬上幫我們打電話 到他們的物流中心去說 就是還有沒有貨可以再這樣掉 那最後就是有 所以我們就可以找一點拿到東西 然後我們兩個上次也有去問說 有沒有一些特別活動 通常這種會有活動的時候 都是在4月 因為4月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個新的季節 跟新的開始 很多人要搬家 求學 就職嘛 所以就有那種新生活 那他們新生活就是需要有東西啊 例如說冰箱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什麼都有 沙發電視啊 電視桌什麼的 所以很多這種時候 家具公司 或是家電公司 他們都會退出優惠 那我們那時候去問說 那個如果我們不要的家具 要回收的話 要多少錢 那他們就是跟文章說 只要你裝一下那個卡車 就是全部是3000日元 不是按鍵算的 那種引き取消費的 那種很厲害 對 那這就是我們家具公司用的錢 哦 接下來就是 NITORI的特徴 就是台灣跟不同的地方 都介紹一下 有很多家具公司 例如 有大種家具 有NITORI 有IKEA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唸IKEA 我都唸IKEA 台灣最主要就是 NITORI跟IKEA 這兩個在比嘛 台灣的印象就是 NITORI很高的貨物 所以品質很高的 日本跟真相反 日本跟真相反 NITORI 品質很低 但 就算是安心的 這個是我覺得 日本跟台灣非常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以日本來說 就是日本的IKEA 都是在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就一般人很難去的 可是NITORI就是你在都市都可以看到 像是東京啊 就在木、黑、新樹、澀谷 全部都有一些都很大建 但是台灣是IKEA很多地方都有嘛 所以就是跟日本這個完全不一樣 然後NITORI主打的其實就是 他們的東西非常非常的便宜 像我之前都聞到買那個玉子燒的平底鍋 一個只要400日圓 那東京的話 一個小時打工的薪水差不多是1100日圓上下這樣子 那等於是說 你只要打工一個小時的十分之四 你就買了起一個平底鍋這樣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日本的IKEA也很便宜 很便宜 但大家在遠處都沒有 好像不便宜的地方有 全部組み立てなきゃいけな IKEA そうそう NITORI組み立てなきゃいけな でそれまたあと みんなに説明しますね 那台湾友達にNITORI買ってるよ って言った 台湾友達が高いじゃんって言ってて でも日本語は本当に少ない 這裡完全不一樣 對日本人來說NITORI就是很便宜的 以前的話可能會對NITORI的印象是 它們的東西沒有那麼時尚 IKEA的是比較時尚的 可是因為最近就是也慢慢改革嘛 就是NITORI跟以前比起來 它們東西真的越來越好看越來越漂亮 就很多樣化 我自己感覺還滿深刻的啦 因為我從今天留學的時候就會去NITORI啊 那時候去NITORI都是因為 我很便宜 然後不是因為它的東西好還是時尚 可是現在去NITORI都有很多時尚的東西 ちょっとね 高くなってきた気がする だからもうちょっと前は安くて まぁちょっと品質も悪いかなって感じだったんだけど IKEAなんかいいもので 値段もちょっと高くなったけど だけどまぁ 高すぎないみたい そんなイメージになってきたかな 然後我自己覺得對我來說 在日本不想買IKEA有一個很重要文章 剛剛也有講到的原因就是因為 IKEA的東西全部都是要自己組裝的 なんか英語しか書いてない説明書とかもって すごい大変だった思いである でも組み立てしにくい 但是NITORI我覺得他們很厲害的是 他們東西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組 就是 我覺得是連很笨的人都會弄的 就是我這邊那種超笨的人 可是我都會組NITORI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NITORI在這一塊就是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很有那種日本人的職人精神 就是讓你很簡單可以完成這個東西 是他們對這個商品研發堅持 給我的感覺 然後NITORI的家具還有分成是 你可以給NITORI的人組的 還是你自己組的 自己組的就是非常簡單 給人組的話就是 他們會像我剛才講的 跟你說什麼時候會聳到 他們就會到你家 幫你組那個東西 而且我那個時候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文章不在 他們進我們家都首先一定會把那個鞋子脫掉 一進來就會從你家的玄關到 他們要放家具的那個地方 他們常常都有一個鋪墊 就不會讓你的地板有任何一點的損傷 然後還會寫那個統一書 是要你檢查一個地方有沒有被他們弄壞什麼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對客人來說是很安心的 IKEA是NITORI的比較便宜 比較有派遜的印象 對 對 所以我吃飲了嗎? 對 我們兩個雖然雄本還沒有看過IKEA 但是我們以前在東京 就是我要去買東西的時候 只要是小東西 我通常都會去IKEA買 就寧願跑遠一點 就不是在NITORI 就是各有各的好啦 只是剛才台灣跟日本的那個印象非常的不一樣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還有五印良品又有賣家具 我忘記講了 無印良品有賣家具 太高了 但是全部的家具無印良品 都會有很多人在做家具 好像很便宜的 聞到說他臉出油了 所以他要去鋪一下蜜粉 先不理他 我繼續講 因為我後來發現 有蠻多人都不太了解NITORI這個系統 然後因為NITORI在日本跟台灣家裡完成的差異太大了 所以想說拍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在上面留言問我 就是我跟文章看到 可以講的話 就是我們兩個也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影片就是我們這次在新家 買這些大型家具 總共花多少錢 就是小東西我就不另外介紹了 因為之前拍影片有介紹過 我自己覺得是很便宜啦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買新的 就是沒有二手 而且這價錢還包含他們幫我們組家具 我是覺得很划算 文章回來了 好 那文章回來了剛好跟大家做結尾 文章你跟大家說 拜拜 我們的動画終於囉 哦 早一點 對 這個影片就終於囉 好 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晚安 有問題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們喔 大家再見啦 拜拜 啊 請大家注意身體健康喔 啊 我忘了一點 好啦 我太多東西要講了 就是很捨不得被切掉耶 拜拜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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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